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都说不妥 建议业者拆除 结果一早真不见了 不是破坏而是移除 温家堡雕像换成了一棵树 草地上把树立着救火消争议 工作人员连忙填土固定 只是前一天上午才热闹接幕 当天晚上就悄悄移除 一天不到的台湾英雄温家堡雕像 恐怕也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雕像 TVBN新闻刘新回 基隆报导 还有这个突然悄悄歇夜了 带动台湾瑜伽风气 40年的秋素珍瑜伽田地 负责人宣称说 因为他在国外照顾生病的丈夫累倒了 资金又周转不理 网友就说这是亚历山大瑜伽版吗 那么今天被欠薪水的教练员工到了市政府申诉 那么检察官也要分案查 现在发现说他应该是属于补习班立案 如果他倒闭了 上千名学员钱拿不回来怎么办 有人是花了40万买了终生会员 而且说最近明明都一直在招生啊 所以消保官说了 如果明知会倒闭 还在卖课程 这是刑事诈骑 铁门拉下 学员扑空 成立40年的秋素珍瑜伽田地 现在有15个据点 1996年创办人交棒给陈玉芬经营 没想到4月27号惊爆歇业 门口的亭业声明写着 在国外照顾癌末先生 自己也身心俱疲病倒 现在没有资金注入 景气不佳 造成经营不善 无力支付员工薪资 只能宣告歇业 那又推那个十年的五年的这样子都有 我们有同学都买了 最近才买 那有的最近才开卡 月底我刷卡买了十年的会集九万九 才刚办了十年约 却遇到突如其来的歇业 不少学员学瑜伽十多年 有人说现在终生制要缴40万 十五年前是九万多 之后每年缴清洁费 两千四百块 我知道秋树真好像有意识要在大陆转投资 余家教室关门连银行也跑来查看 说前几天打电话也没接 应该是在国外 他之前来的时候资历都很好 不动产还蛮 个人房产102年贷款共20年 现在连银行也催没人 为在巴德路这间店以补习班立案 教育局稽查员赶来搜证 补习班立案学费一次最多收六个月 终生制会员的契约有没有违法还得再了解 小保管表示 如果明知会倒闭 还贩售课程属于刑事诈欺 将会继续调查 TVBN新闻陈又翔 王一杰 听不到 而多喝牛奶有意健康吗 瑞典追踪了20年 做出来的研究是这样的 每天喝三杯或更多的女性恐怕会增加早死的风险 因为死亡比例千分之一百八 发生髋关节骨折的比例千分之四十二相对都比较高 男性则比较不明显 什么原因呢 牛被打了过多的生长激素 那么危害人体 或者是它里面没有消化的钙 会累积在泌尿系统 造成了肾结石 所以印度呢 甚至于有人把它列为五大白色毒药 还有一个残酷的真相是 99%奶牛养殖场是圈养的 让他们不断吃 少运动来产奶 挤奶过程其实也不怎么忍到 找来一身健美肌肉的男性巨石强森 代言牛奶 在消费者的观念里 牛奶总是和补充钙质 营养化上等候 但真的是如此吗 看它 它是白色 它是纯粹 它是食物 对吗 错了 有越来越多的食品科学研究指出 牛奶的营养价值可能比想象中的低 事实上对人体也有可能是弊大于力 除了里头充满细菌之外 瑞典的乌浦萨拉大学 曾对6.1万名男女的饮食进行長达20年的研究 结果发现每天喝三杯或更多牛奶的女性 死亡和发生髋关节骨折的比例都提高 原因可能就来自于牛奶中的乳糖 该不该喝牛奶引发正反辩论 反对的原因有一部分也来自于 现在的牛奶制造过程不同于以前 为了满足全世界各地庞大的乳制品需求 已经没有时间等小牛慢慢长大 像是在澳洲维多利亚省的这座畜牧场里 有些小牛出生五天之后就被送往屠宰场 而卤牛则是被施打了牛的生长激素 延续蜜乳期才能持续蝉乳 全球对牛奶需求量大的国家 除了美国还有印度 但是印度官方在2012年就公布一个惊人数据 全国有高达八成的牛奶都是假的 议员公开抵制喝牛奶 印度媒体更以白色毒药来形容牛奶 这些假牛奶被检验出 尿素洗涤剂水葡萄糖以及盐 可怕的假牛奶一度在印度掀起风暴 不过对于牛奶的好坏 研究数据白白种 该不该喝 敢不敢喝 恐怕还是因人而异 TVB新闻综合不道 而从昨天晚上开始地震频频 花莲更是一夜双主震 包括了一次在近海规模5.6 一次在副里规模5.5 彼此不相干 不过现在我们发现 真的到今天为止 总共27次的地震 余震了 提醒大家在未来两三天 还是要提高警觉 饭店大厅水晶灯摇摇晃晃 住户放声尖叫 就连电视台大楼新闻部同样有感 大半夜地扭翻身天摇地动 整个晚上摇不停 气象局发现一夜之间光在花莲 就发生两起主震 昨天的地震是发生在 宜蘭跟花莲交界的近海 也就是在和平海盆这里 今天发生的是在 有一个规模5.5 一个独立的地震 是属于在台东重谷 跟中央山脉的交界 是在花莲的副里 两起主震几乎全台有感 4月27号晚上11点多 花莲近海5.6 才过三个小时 花莲副里再震一次规模5.5 特别是花莲近海这起地震 余震不断 短短12个小时之内 已经发生了24次余震 当中超过4级以上的 只有11次 最大规模4.7 其实同样地点在去年9月16号 也有瑞士规模5.7地震 只有连瑶三天余震39次 最大余震5.6 现象局以此经验推断 未来恐怕还有5级以上余震 我们大概预估 这个活动大概会持续 那个两三天左右 然后也不排除 还会有那个规模5点几左右的 这个地震 一夜好几转 民众担心台湾是不是已经进入地震 火药期 气象局说这是正常现象 就怕余震再来 民众得多加提高警觉 对于新闻 王欣唐彭智宇台北报导 还有公车通常也是摇摇晃晃 却有一个怀孕9个月的女子 没有人愿意让座 司机挺身而出 来看今天的快手点播 我们看到这公车上面的画面 这个怀孕的富人 显然的是越站越不舒服了 因为她后来还一度要蹲下 司机看了觉得画面不对劲 博爱座明明做了一个年轻女子 却在那里划手机装睡 于是司机决定站起来 让她立刻让座 不要再让这个孕妇这么辛苦了 那么另外再看到 也是挺身而出 美国15岁的少年 告总统以及政府理由是 说太多做太少 后代子孙未来遭受气候变迁的危害 将比父职倍更大 长法少年和其他20名美国孩子 于是决定让法官替他们申冤 少年说他六岁的时候 看过了 里奥纳多迪卡皮欧监制的 纪录片第十一个小时 他决定要好好做环保 九年后的现在 已经是个环保斗士了 而另外再看到 韩国旅行宋慧乔 杠上了代言的厂商提高 好不过场上也有话要说啊 说使用电视剧的画面又没有违约 还反咬宋慧乔之前因为涉嫌逃漏税 造成了代言效果不张 才不跟他续约的 双方各说各话 而且那期的还有不少粉丝 是冲着太阳后裔跟宋慧乔 所以去买了这样的手势 当然大家都觉得 厂商就是要赚这样的效益啊 我们最近看到的电影里面 也是这样的 这部是行销做得蛮彻底的 这个动画英雄人物 到底开什么车 大家很好奇 英雄电影的打斗场面 仍让观众看得血脉喷张 但本周上映的美国队长3 出现在电影里的名车 却可能抢进英雄的风采 电影主赞助商 德国的奥迪汽车 这回在美国队长3里头 不只投入的多款旗下新车 他们甚至找来的电影导演 一同指导品牌的宣传片 把电影情节移植到广告里 奥迪趁机宣传的是 今年的旗舰休旅车款 SQ7 就这样在电影中 由主角 美国队长来驾驶的新车 可是奥迪的自信之作 强调加速能力 强调豪华内装的 还有钢铁人的座驾 R8跑车 如果要说几何电影来宣传名车 怎么能忘记007系列电影 超级情报员庞德换个不停的爱车呢 从奥斯特马丁到BMW 庞德的车不只有着各种帮他逃脱危机的功能 甚至还得让庞德摔不烂财成 不过庞德最爱用的名车 恐怕是在系列电影中出厂次数最多的质量 第一个Aston Martin DB5 GOLDFINGER 还在《Thunderball》、《Golden Eye》、《Tomorrow Never Dies》 和《Skyfall》最终的《Skyfall》 这就是这个名字的James Bond车 用用的器材料给了超级可爱 可别以为车商赞助电影都是比帅、比拽、比高科技 有些车出现在电影里就是避免不了衰烂的命运 1998年的法国电影《终极杀阵》 把法国雷诺和德国宾史当玩具来摔 2000年拍的续集 就会遭殃的变成了标志汽车和日本的三菱 看着车商提供的汽车在影片中耶罗汉 让人不禁笑得出来 电影的宣传效果不仅成为成长最爱 请一位新闻这么多报道 而以吸尘器闻名的英国家电大厂 画足美法市场是直接要抢顶端高价的吹风机 号称说搭载的是微型马达 是革命性的吹风机 但价格比别人贵三倍 英国家电大厂Dyson过去以吸尘器出名 现在抢供美法市场 推出革命性的吹风机 是一个13枚端高价思路 拖车使用超约10000000 эт наж 用一个不可谈的快速度 所以它更远更快 Dyson号称投入23亿台币研发 这一款吹风机搭载微型先进马达 效能是其他品牌八倍 里头内建晶片能够侦测温度 避免头皮过热 重量比传统吹风机减轻一半 吹起来不怕手酸 号称吹风机界的劳斯莱斯 一只售价48600日元 约合台币14000元 和Panasonic当红吹风机相比 价格足足贵上三倍 从吸尘器 无叶片电扇到吹风机 Dyson一再挑战新设计 就看市场反应如何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还有大巨弹停工将近一年了 远兄同意让大家看看 现在到底变什么样子呢 今天包括了市议会 包括了市政府的人进去会堪 还没有封顶 勒令停工之下看到了 大巨弹现在里面积水 长了青苔 到处都是锈石的痕迹 议员说现在的大巨弹是一颗烂弹吧 不过都发局长林周明说 台北市至少有30个工地 是有类似的状况 这不算是很严重的公安疑虑 不过强调就算是停工状况 内部建物安全 还是得由远兄自己来负责 等一下来看夸张上了天了 这荡鞦韆是可以飞上天际吗 戏剧拍法越不真实 越有话题 我们再来看台湾 本土剧的桥段越来越夸张了 例如说荡鞦韆 女主角是可以荡到飞上天 男主角还一起缓缓从天而降 来看看观众说 这真的是夸张上了天 来到公园 硬是直奔天际 而男主角也跟着飞上天 两人还缓缓降落 看似浪漫的情节 但也不免让人感到乡土剧无极限 也引起不少网友直呼 太扯了 甚至觉得太夸张 根本是武侠片 但像这样超乎常理的剧情 先前乡土剧车祸桥段 男演员也被一撞飞天 夸张特效 反而让剧情氛围变得超搞笑 而不只播出版本 让观众看傻眼 演员苏彦沛在脸书 PO出这段幕后花絮 男女主角就坐在拖板车上 一旁还有人打光 为了营造正在骑摩托车的情景 又要拍特写镜头 若真的骑不好拍 干脆用拖车 省时间又省成本 苏彦沛还说拍戏都是骗人了 连假摩托车都能变得出来 真的是看千百回都会笑 TVB的新闻 小明镇正祥台北报道 而当中有古装局被人家抓爆说 怎么画面跟电影赤壁几乎一样 两部画面放在一起比一比 很明显根本一模一样 都是草船借鉴的片段 不仅船的造型 就连舰射出和命中的位置都如出一彻 还有火烧连环船的画面也是 就连船上的几个灵眼 都是同一个人 在同一个位置上 让网友看了直呼好失望 还有人嘲讽 现在拍戏真选序 这首戏就叫做武神赵子龙 那么有人就发现了 竟然还可以在水里骑马接吻 看起来浪漫吗 是很不切实际 很夸张吧 今天应该也要注意一下 贫通万丹的泥火山有五喷发了 然后稻田因此遭殃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就在今天早上 万丹泥火山喷发了 然后大概五个喷发口 喷出的泥浆一两公尺高 很多民众来看 有人觉得蛮巧合的 因为这是庆祝妈祖生日吗 明天是妈祖的生日 可是因为这样 所以四分多的农地全部被淹没 收成也就泡汤了 最后大家看到的 就是三峡定点陀螺 对有年轻人阿贝阿公 非常厉害的记忆 70万人点阅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